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闺蜜商量了一下 她带她儿子 我带我闺女 决定来一场输走就走的旅行 等我把机票和民宿都订好了 在通知薛衡的时候 她怒了 她说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到处跑不是添乱吗 再说 路上有风险 万一你被隔离了回不来怎么办 她义正言辞 仿佛真的是为我和孩子好 但我知道她心里打得什么算盘 她妈摔断了腿 但她妹妹一家要回妹夫家过年 所以她想要把她妈接过来让我照顾 之前她提过一次 我直接拒绝了 我说 要照顾你自己照顾 我可伺候不了她 我们俩就又吵起来了 她说我记仇 可月子里的仇 真的是要记一辈子的 当初婆婆口口声声说 她不来照顾我 以后我也不用照顾她 这些话我都记着呢 当初我和薛衡谈恋爱的时候 去过几次她家 但每次她妈都冷冷淡淡的 也不会多做点菜 是薛衡看不过眼了 买了几个熟菜回来 我问薛衡 你妈是不是不喜欢我 她总是说 她妈性格就那样 对谁都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是 她妹一回家 她妈的脸色就完全不一样了 薛衡问暖不说 那菜品也丰富了很多 有次入座后 她妈发现香辣虾在我面前 赶紧端过去 放到她闺女面前 灵灵 这是你喜欢吃的 多吃点 我刚伸出去的筷子 尴尬地落在半空中 然后收回来 默默地嚼着碗里的饭菜 在我的追问下 薛衡才说 她妈觉得我工作不稳定 家境也一般 她希望她能找个 帮得上她的女人 我真的是气炸了 她嫌弃我 是觉得她儿子条件多好吗 没有房没有车 长得也一般 家境也不咋地 还来挑剔别人 这婆婆的视力 严可见一般 我向薛衡提出了分手 但她不同意 每天到公司来接我 天天给我打电话 各种甜言蜜语 再加上 她平日里对我挺好的 我心一软 就又继续和她在一起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 她妈连婚礼都不想办 说太麻烦了 我爸妈说 那就回我们老家办 怎么都得要我穿上婚纱 风风光光的出嫁 也许那个时候的我 心里也憋着一口气 想着 你不希望我 跟你儿子在一起 那我就偏要 婚礼结束后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和婆家有来往 周末 薛衡要回去吃饭 我也找借口拒绝 她说我太记仇了 现在婚都结了 应该慢慢搞好关系 结婚半年后 我怀孕了 以为初期不稳定 薛衡让我辞职 在家保胎 我同意了 虽然婆婆家 离我家就四十分钟的车程 但我从怀孕到孩子出生 她没有来给我做过一顿饭 当然我也不需要 我一个人每天在家 做家务 初期散个步 然后吃过午饭睡一会儿 一天的日子过得简单惬意 本来我妈说过来照顾我月子 但我爸突发脑溢血 她只能留在老家照顾我爸了 薛衡对我说 没事 到时候 我要我妈来照顾你 虽然心里和婆婆相处 有点犯处 但一想到月子里 她能来帮忙 我还是心生感激 在医院的那几天 薛衡有看护假 所以她妈没有来医院 等我们出院 带着悠悠回家 婆婆还是没有来 薛衡跟我说 她妹怀孕了 婆婆现在是住在她妹家 薛衡打了好几个电话 一直到她十天看护假结束 婆婆才来 她抱着悠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过两年 你们俩再生个儿子吧 因为我是剖腹产 伤口恢复得不好 走动多了会疼 所以我基本上 只能躺在床上休息 而婆婆除了做一日三餐 根本不管悠悠的事 有天 我抱着悠悠 想去给她洗澡 头脑一阵发昏 抱着孩子的我 和婆婆过来搭把手 她不悦地说 怎么这么交集 一点事都要找人帮忙 我当时气得眼泪都要落下来了 婆婆有高血压 不能吃油多盐多的菜 所以她每天都是水煮菜 一点肉也没有 更别说给我煲汤了 等薛衡下班回来 她就躺在床上 说自己累了一天了 哪里哪里不舒服 有天喂完奶 刚放下 悠悠呛奶了 我看着奶水 从她的鼻子里喷出来 小脸胀得通红 吓得赶紧要送她去医院 但婆婆拦住我 说月子里的小娃不能出门 我就跟她争辩了几句 没想到 那天晚上薛衡刚回来 婆婆就开始哭 说我推了她骂了她 我看着她的表演都惊呆了 自欺回想 大约是我抱着悠悠 她挡在面前 我扭了下肩膀 怎么就变成推她骂她了 薛衡见她妈哭也不得了了 坚持要我道歉 我不愿意 她就拧着我胸前的衣服 差点动手打我 那天晚上 我哭了整整一夜 都说女人月子不做好 以后会有很多问题 可想想 我这个月子是怎么过的 我睡不好 吃不好 还要看婆婆的脸色 听她的挑拨 我站一会儿就腰酸背痛 冷汗潺潺 但没有谁对我有过一句关心 每天我都听到 婆婆给她的亲戚们打电话 说她在这里每天有多忙 有多辛苦 可是实事 她大部分时间 都在客厅里看电视 声音调得很大 也不担心会影响 还在睡觉的悠悠 因为太想吃肉了 我横学横说 出去给我买点熟食 没想到她买回来 她妈把锅都砸了 把厨房弄得一片狼藉 她说 她每天做饭 我又吃不了几口 让她儿子出去买吃的是什么意思 我听着她在外面 骂骂咧咧 感觉自己已经快要得产后抑郁了 我知道婆婆为什么这样对我 她一直都看不上我 现在更是觉得 我连工作都没有 要靠她儿子养 所以她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对我 即使很难 但我还是隐忍着 尽量在房间里待着 月子做到21天的时候 我手机摔坏了 薛恒在网上给我看了一款手机 需要3700多 但我也觉得有点贵 薛恒说 我几年才换一个手机 用好点的没关系 可第二天 她竟然给我带了一款旧手机回来 这款旧手机是她妹的 她说 她妈觉得我又不上班 有个能打电话的手机就好了 我看着面前的男人 一阵心寒 我可以不用很贵的手机 但因为她妈的一句话 她就给我一个旧手机 她到底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呢 也许她这辈子唯一忤逆她妈的事 就是娶了我 但娶了我是要让我受委屈的吗 我跟薛恒大吵一架 她妈在外面听见了 冲进来跟我一起吵 吵到最后婆婆要走 她说她不会管我 以后也用不着我管她 这个月子 就是在一片狼藉里度过的 一直到现在 想起自己孤立无援 身心俱疲 情绪崩溃的那些时刻 依然会有眼泪往外用 我也明白了 原来检验爱情真伪的 只需要一个婆婆 有两年的时间 我和薛恒的感情都非常糟糕 我们分房 除了共同照顾悠悠 别无她话 我们不会说笑 不会亲亲热热 甚至连个眼神交流都没有 但我却深刻地明白了 女人不独立 是连老公都可以轻视的 即使在家全职带孩子 我也不能荒废掉自己 也许在这一点上 我得感谢 婆婆给了我自强自力的动力 我开始有空就学英语 考资格证 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加上悠悠做些调整好以后 变得好带了很多 她上午要睡一觉 下午要睡一觉 晚上也早早入睡 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后来 我找了一份兼职工作 是美国的项目 基本上晚上工作 去年我和薛衡买了房子 首付的钱我出了大半 是的 虽然我全职在家五年 但我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薛衡 她现在对我的态度柔软了很多 但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 并不是想象中的轻松和简单 我经常忙得吃不上饭 因为对着电脑太久而恶心想吐 还因为睡眠不足 有了神经衰弱 最难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要婆婆来帮我 我每天也尽量地陪伴悠悠 换着花样给她做好吃的 把她教得乐观勇敢 后来她上幼儿园了 我轻松多了 当然 我跟婆家也没有完全断绝来往 逢年过节 也会走动一下 但只是表面上的形式 在我心里 从来没有忘记婆婆在月子里 对我的亲见和蔑视 有时候薛衡提到婆婆 总说她妈这几年对我好多了 但那是因为她看我有了好工作 能够一边带孩子 一边挣钱的份上 如果我还是那个靠着老公养的女人 她会给我好脸色吗 她一直在帮薛衡的妹妹带孩子 她有时候说 养女儿才是福气 因为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但她已经忘记了 她是怎么嫌弃我生了个女儿的 我还是坚持要带悠悠去三亚 薛衡非常生气 吵到激动的时候 她提出了离婚 我冷冷地看着她 行呀 明天就去离 薛衡不再说话了 我知道她是拿离婚来威胁我 但我已经不是那个无助又迷茫的女人了 这样的婚姻已经让我变得清醒和理智 也让我的心变硬了 我不会心疼薛衡 更不会心疼婆婆 所有结果都是事出有应 而三亚 我是去定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